红夕元年六月 皇太子朱瞻基登皇帝位 大赦天下 还跪着呢 是 殿下整日水米未尽 您去劝着点吧 是 给殿下请安 那女人忤逆犯上 我绝不会宽舍 不必多言了 殿下不肯尽善 皇后娘娘很是忧心 上时局上下 亦是万分惶恐 您不愿拾这青州 不妨试试嫔妾座的角鼠啊 退下吧 殿下 殿下 那日永宁宫发生的事 孟上时 亦是人证 请太子平慎言 奴婢宴会的酒水 皆由上时鞠躬己 郭氏若要禁毒 怎能瞒得过孟上时的眼睛 又梦上时知晓此事 又为何隐匿不报 这来龙去脉 不问您 又问谁去呢 说 回殿下的话 郭妃却有震杀皇后之意 可奴婢身为上时局长事 怎会行此糊涂之事 早将此事禀报皇后娘娘 然 当日圣驾呼至阻止不及 皇后娘娘劈手打翻九斩 皇上得知郭妃下毒 气愤万分 病情急转直下 待太医赶到 也是回天法术 最后赶来的太医是谁 回殿下 是圣太医 宣圣爷 是 臣拜见太子殿下 臣 臣当日不再用您宫 当臣匆忙赶到乾清宫 替陛下诊治 已是晚矣 圣太医 尚太医精通医术 自陛下宾天后 为了掩人耳目 一直留在请殿那半价 陛下因何而逝 大人就不曾好奇吗 臣 臣不通厌世 我要听实话 殿下 喜冤极路有云 凡服毒死者 诗 口 眼 多开 念紫暗或青色 唇紫黑 手足指甲 拒青暗 口 眼 耳鼻 有血戳 未免失其外泄 惊动外人 臣料理过陛下的龙体 陛下虽有唇色发青 下肢臃肿 但 并无中毒迹象 照你这么说 郭贵妃禁毒酒 为父皇所察觉 所以 她是怒气攻心 嫔妾听说 皇后娘娘收言当日 御使李时勉 尚书议论正事 因触怒陛下 当场下狱 为何不报 殿下 李御使 出言顶撞陛下 陛下生怒 命武士 铺以金瓜 侥幸仍未死 如今在镇府私狱 之后 无人再敢提及此事 怕太子殿下 烦心 她到底说了什么 父皇竟如此震怒 这 奴婢不止 是 传锦衣卫把人带来 我要亲自问她 是 殿下 陛下并非中毒 是气急病发 魏王他水米未尽 在外面已经跪了一整天了 送去给她 还有 送一些她最爱吃的甜椒薯 父皇向来仁慈 你 哪怕臣子们顶撞 她也从不可责 这个李师勉受到如此大的罪 想必是个十恶不赦旨人 不必带来了 斬首吧 是 殿下 罪臣 叩见太子殿下 我不是说了 又将此人斩首吗 殿下息怒 想必是第二回传令的王指挥 从端西门出 而来人压着李时勉 从端东门进 这一来一去 两人竟是岔开了 李时勉 你可知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没听见殿下的话吗 当日你是如何顶状陛下的 从事招待 想要活命 见到太子 只能说两句话 陈言说 陛下居仓守孝之时 不宜多尽嫔妃 皇太子 更不宜远离左右啊 仅此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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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无他言 只是 只是臣奔口着舌 措辞不善 与陛下声宴 你把火给烧了 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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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退下吧 谢太子殿下开恩 殿下 陛下驾崩 非凭训奏 宫中有多少无名工必培训 皇室贵重 民间百姓多有效仿 何人生训之事愈演愈烈 殿下就不能 自今 这是祖训 祖训 不能变吗 唯有贵妃郭氏 欲有三子 可依离免训 谋行赈毒之罪 待大僧过后再行一出 殿下 您回去吧 这不是您能来的地方 殿下 您还是回去吧 小时 殿下 大哥 为什么 明明母妃已经威赦免了 为什么 是大哥不好 大哥 那我以后怎么办 父皇和母妃都没了 我以后怎么办 放心 大哥不还在吗 只要大哥在一日 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送个老虎回去 是 是 走吧殿下 殿下 您的旨意已传到清宁宫 为何顾贵妃 吴宏 红西元年六月 皇太子诸录杀 苏瞻基登皇帝位 大赦天下 尊张皇后为皇太后 立太子妃胡氏为皇后 是为大明宣德皇帝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